大家好,我是庄浩文 今天我们来到古闺里大街来看这一座老教堂 现在古闺里大街仅保存了两栋老建筑 一栋是之前拍的古典式风格的建筑 另一栋就是这个阿谢克耶福 是这么叫吧,这个教堂 这是一个经典的俄式建筑 由俄国设计师设计 名字太长了,没记住 我们围绕着这个建筑走一圈 来看一看 你灯啊,你不灯,你灯就灯了 很漂亮的这种建筑 这上面的字符是什么意思 小编对教堂的这些讲究不了解 只是看到这个建筑啊,真是非常的惊叹 太美了 哇,真是无死角啊 从哪个角度去看呢 这个教堂呢,都非常的漂亮 正门在哪 这边应该是正门 这边应该是正门 我们看一下它的简介 一级保护地块 占地面积一万四千八百平方米 南杠区施克街47号 1930年建 东正教阿列克谢耶福教堂 1958年关闭 1980年恢复宗教活动 这顶写的是 该教堂是哈尔滨市保存最好的教堂建筑 哦 保存最好的建筑 现在是 诶,不东正教堂吗? 怎么变成天主教堂呢? 好高啊 看一下它周围 也不知道 当年把这些老建筑拆了 它后不后悔啊 对 往后走远一点 回头看一下 这名字忘记了 哇,很漂亮 叫啥名字呢? 阿列克谢耶福 这上面还有个牌 设计师为游福斯米尔诺福 兼工是卡贝舍夫 俄罗斯巴洛克风格建筑 哦,这名字太憋嘴了 左右两侧是对称的吗? 哦 这个建筑怎么会这么好看呢 这里面有座钟 旁边还有一个附属建筑 往这边挖一挖 这个脚先招地 脚根先招地 对,这个脚 看这种俄式的建筑的顶 是非常有意思啊 是一个小圆的穹顶 那要是上面写的没有问题 是保存的最好的话 那它应该是 从建筑到现在的话 没有什么变化 这小房子 这小房子看不出来 在吃干什么呢 好,这栋建筑呢 从一周都已经拍摄完了 今天视频拍摄到这里 跑度比较好一点 五个五秒视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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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